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4年4月10日 周四凌晨 欧冠联半准决赛首回合由好戏上演 届时由巴黎圣日门主场迎战巴塞隆拿 巴塞对于圣日门来说并不陌生 此番是双方在欧战赛场的第14次交手 而最近两次对赛 圣日门更是斩获一胜一合不败战绩 球员心理债优的他们是一江主场称雄 自2020-21赛季以来 圣日门再度闯入欧冠联半准决赛 本届赛事球队曾在分组赛阶段有过1比4牛卡速的惨败 这也导致了外界对圣日门能否走得更远产生了质疑 但所幸最终也是有惊无险晋级16强 此后与黄苏的对决 圣日门欲战欲勇 两回合4比1将这支西甲净旅淘汰 圣日门纸面实力强劲 进攻端上坐拥 目前世界最好的球员之一 吉利安麦巴比 此次2016-17赛季随摩纳哥登上欧战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至今已斩获46个欧冠联入球 另外 赫伦萨尔尼艾玛利 奥什文迪比利 以及法比安雷斯等都是具备不错实力的球员 由此可见 圣日门在晋级半准决赛的队伍中 还是颇具竞争力的 而且 此番坐拥地利也是圣日门迎面更大的原因 球队在欧冠联的主场比赛好 取三胜意和未尝败继 期间踢出了得失球比为8比1的攻防演出 综上所述 金扑圣日门势必会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 先下一城 阵容方面 后卫派斯努干佩比和罗迪梅基尼 因伤缺阵 而阿淑拉夫夏基米则被罚停赛 另一边乡 巴赛上一次晋级欧冠联半准决赛 还要追溯到2019-20赛季 而当时被败人巴比二血洗 显然是球迷们都不想回忆的一场比赛 如今 再度来到这个阶段的巴赛 当然不会轻易言败 就近况而言 红蓝军团已经连续四场各项赛事斩获胜计 期间凭借佐奥菲利斯 罗巴利云杜夫斯基 以及费明卢比斯等人的带领下 他们帮助球队军场收获两球 并且合共几十亿球 在攻防两端上都展现出了不错的竞技状态 不过 巴赛虽然斗志十足 但他们此行挑战圣日门并非易事 仅以双方最近两次交手同样是在欧冠联比赛中 几队当时两回合2比5止步16强 攻防演出明显都逊色于这家把甲豪门 还需指出 巴赛在本届欧冠联的做客表现较为平庸 至今四次做客 只取得一胜意和二负的战绩 胜率仅为25% 而且 对内伯迪甘沙里斯和伯保路加伟等人示意 因伤无缘披挂 对于巴赛而言 无疑是不利因素 面对主场表现强势的圣日门 巴赛此行确实不宜高估 安博华语 感谢您的收听 我根本给给你 搬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